對 我也看到還有其他的表現形式 比如說他在晉升將軍的時候 有一個對聯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聽黨話就是聽習主席的話 跟黨走就是跟習主席走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不斷的強化他的權力地位 但這裡邊有一個最根本的概念問題 我相信他沒有搞清楚 而他的高參王滬寧 我覺得應該在政治學理論上應該補補課 就是權力像我們楊建立先生 是主修理工科的 他知道權力不會是一種物理學概念 不是說只是一個單獨可以存在的 一種力學上的東西可以發射出去的 權力其實是一種相對的概念 也就是說必須在有一個 施予權力的人和接受權力的人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權力的下面的延展就是一個權威 那麼它要有威信 而權威的建立需要有合法性 那麼現在習近平你可以看到了 他其實在不斷地破壞 他自己的賴以存在的中國共產黨的威信 同時他這種強勢的對這個社會 對個人甚至對黨員的 就像剛才破空講的這種報復了和懲處了 其實又喪失了更多的合法性 所以我覺得他在玩一個非常危險的一個遊戲